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 Henry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的动态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在澎湖的东北方 大约7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每小时26转31公里的速度 朝北再往东北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在明天的清晨 台风中心就会非常靠近马祖地区 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们 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态 目前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约是280公里 十级风暴风圈略微缩小大约在70公里 它的中心强度有过去三小时是略微减弱的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降雨的状况 刚才提到台风目前已经进入到台湾海下上空了 目前在它西半侧基本上队流没有那么旺盛 但是在它的东半侧队流还是相当的旺盛 所以目前在东半部的降雨都还是持续的 另外因为它进到台湾海峡的部分 目前中心正在重整当中 也开始有一些对流云系开始影响到中南部地区 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接下来开始要注意这个台风造成的降雨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极短期的降雨趋势 今天晚上该提到东半边的降雨还是会持续 但是西半边山区的部分也会开始增大起来 到了今天的晚上的凌晨 然后一直到明天的早上 这段时间整个降雨的趋势 东半边会逐渐地减弱下来 但是西半部地区的降雨会开始增大起来 都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针对的就是全台湾地区都在豪大雨范围的 都在豪大雨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 另外在新竹 台中以及南头的山区 都是超大豪雨 另外在北部地区的部分 还有在屏东的山区的部分都是大豪雨 其他地方也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降雨趋缓的时间 爱提到在东半边的降雨 今天晚上就有机会趋缓了 但是西半部的降雨 可能要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都还是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风力的部分 截至到今天晚上八点为止 许多地方都已经出现很明显的强风的 尤其是在东半边的沿海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以及恒春半岛 都分别出现14级以上的阵风 尤其是在南雨以及绿岛 今天都出现了17级以上的阵风 南部的花莲 北部的台东 还有澎湖普遍也有13到16级左右的阵风 其他地方也有10到14级的阵风 那接下来风力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主要该提到目前台风的中心 还在海峡上面 台风的环流仍然有280公里这么大 所以在东半边的风力 短时间之内还不会马上小下来 尤其现在转为比较偏向是南风 特别是在东北角 以及宜兰这一块的强风 还是会持续的 另外该提到在台风中心附近的澎湖 也有可能会到14级 另外在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也有可能会有9到12级的强阵风 再来到明天的清晨 由于台风更往北移了 所以南部的风力会逐渐小下来 但是在西北部 尤其是云林以北的区域 还是有可能会有9到12级的强阵风 另外风向还是比较偏向南风 所以东北角基隆北海岸的强风 还是会持续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气场署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针对的就是全台湾各地 14级的区域会有澎湖 11到13级的区域 在苗栗到台南 花莲还有台东地区 另外新北 新竹 高雄 宜兰 沿海 还有恒春半岛 马祖 蓝宇 绿岛 都有可能会有11到13级的强阵风 其他的地区也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浪矿的部分 目前各沿海的浮标都已经观测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 尤其是在东半部的沿海 普遍都有6公尺以上 甚至现在目前在龟山岛 以及苏澳的浮标都有观测到10米以上的浪高 到了明天 随着台风逐渐的北移 所有浪比较大的区域都会往北移 所以在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以及海沙北部 还是可能会有5到7米的浪高 另外在南部的部分 台湾海沙南部 东沙岛海面 巴士海沙 以及东南部海面 浪高会逐渐减弱到2到4公尺 但是目前2到4公尺还是相当大的 提醒大家到海边活动还是要特别注意 接着为各位说明分区的重点 南与绿岛还有南部的花莲台东 刚才提到 已经有破坏性的强风出现了 今天晚上的风雨就会逐渐小下来 但是在宜兰 北部的花莲还有北北基 今天晚上强风好雨还是会持续 尤其是风力的部分 明天清晨才会逐渐的小下来 桃园以南的区域 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今天晚上雨是才刚刚要大起来 普遍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 澎湖因为目前还是距离 台风中心比较近 强风大概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才会小下来 另外在马祖的部分 最一开始提到 就是明天这个台风的中心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才会比较靠近到马祖地区 所以马祖地区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造成的强风现象 这个台风目前都还在持续侵袭着我们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 尽量不要外出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动态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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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